會議的程式下 那我今天主要就是以講性名學為主 然後裡面大概可能大家可以感受一些跟意境 其實他們到底都是有點差不多的 那我這邊會介紹一些前沿 還有一些五行陰陽生肖他們的一些吉凶的配合 最後會有一個 我們在一般書上面教他們一個命名的順序 然後再看一些性名的實例 那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姓氏 那這個姓氏其實都是從我們祖先輩這樣一直流傳下來的 所以它是我們先天的命 就是它是屬於先天是不可去改變的 那名是我們後天可以自己做選擇的 那名字這部分 孔子曾經說過 名不順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施不成 那就像我們在很多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一個東西我們互相沒有說好這個東西叫什麼 那可能溝通上也都很困難 那可能會造成事情的不順利 那命名它有的友善的原則 就是你的名字要有 那要有它的意義在 然後要有它的音韻 要順正清爽溫柔清亮 盡量是不要太過於剛強熊尾 然後命名的話 最好不要是那種太消極暗淡的 或是熟裡熟氣的名字 那在姓名學他們在送筆畫上面 就是有兩個派系 因為我們知道部首它有些的筆畫嘛 會跟我們書寫的筆畫不同 那可能算出來結果就會有所不同 然後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在姓名學裡面就 只要注重筆畫 那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那姓名它上面的字意 第一個是能可能 對你自己一個希望的 的支持是怎麼樣的一個希望 那筆畫則是表示你的一個運勢 那每個我們有生成八字嘛 那裡面就有五行 那五行就是積木所有圖這一些 那跟我們人的可能一些 成功失敗比較有點關係 那姓名學那主要有八個關聯系所構成 那第一個是三彩 道生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汪 那這個是道德基裡面其中的一段 那道就是老陰我們講的冬天 那一就是少陽就是我們講的秋天 二是春天少陰 三是老陽就是夏天 那四季的話它對應一個四項 它對應四項 這邊講一個項為兩遙 所以我們在姓名學裡面 就會有天、人、地這三個 那字意的話就是取名的時候 就不要選一些不三不四的那種 字來當你的名字 因為就不合乎我們講的要有它的意義在 那陰靈的部分是 因為我們像在叫人家名字的時候 會有些可能叫起來很饒舌 不清楚叫 這其實念起來對自己也不太好 那陰陽的部分 就是你的名字字畫上面有奇數、偶數 那就是分陰陽 那陽的話代表著是剛 陰代表的是勇 那五行的話 就一樣是像抗八字那些 在我們自己的姓名啊 每一個字它都有它自己的屬性 然後我們八字也有屬性 那其實在這裡講的五行 其實講求的是一個平衡 那樹里的部分的話 講的就是天、地、人、外、種、五格 就是常常我們在看姓名學 他們會看的這個五個格 再來就是八字 八字的話 它是利用天、干、地、枝 來紀錄年、月、日、時 那有年有年乾、年枝 月有月乾、月枝 日有日乾、日枝 時有時乾、時枝 那總共有八個字所組成 所以稱為八字 那年乾、年枝組合起來 它們又稱為柱 所以會有所謂的四柱齊名 那姓的部分就是先天是固定的 所以後天命名的名字 是我們可以自己去改編的 那命名的重點就在於 生成八字所欠的五行 要去互相配合 那還有我們人的生肖 會有一些其實有一些 他適應用的字 或不適應用的字 來去取 接著然後就再看 他筆畫的一些極或胸 最後再配合一些陰陽的順序 來調合 那我這邊簡單就介紹一下五行 那金的話 他的數字代表的是七跟八 那他在我們的五臟裡面 代表的是肺 那病根的話就是 呼吸器官、眼跟性這一方面 那他的性格是屬於乘著冷靜 投機心理的 然後還有勤儉立業享福之格 那跟他相生的是水 相克的是木 那他代表的顏色是白色 那木的話 那他的數字是一二 五臟 代表的是肝 病根方面 代表的是肝臟跟腸胃 那性格是屬於多才巧智 富激略 異霞 心強清閒之格 那相生的話是生火 相克的話是克土 那他代表人色是青色 那水的話 那水的話 他數字是九跟十 五臟是腎 那病根就腎下腹 還有慘 慘應該指的是生慘 那他的性格 比較是熱誠可靠 精神功名 那相生是生木 克是克火 代表顏色是黑色 那土是五六 那土是五六 他代表的是心 那病根就是心臟跟腦 還有眼 那性剛 性剛勇敢 不善人和 然後賦予鬥智英雄之格 那他生是生土 香克是克金 代表顏色是紅色 那土是五六 他代表五臟是皮 那病根是筋骨下腹子公 然後他性格是毅力分明 溫和賢淑 穩重堅持重厚之格 那他是生金 克酬克水 黃色 他的顏色是黃色 那這一些的話 其實就是他的一些五行 我們在命名有兩字三字的 還有四個字的 那這些是我們在命名的時候 這些的配法是屬於 比較好的配法 像一些二字部的精神水 水生金這一種 基本上都是生 護身的會比較好 所以今天隻手